大家好,我是大野猪,一起来看看野猪最新收集的资讯吧 这里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雷神和角色 祝所有投币的朋友出角色专舞 祝所有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 有什么游戏问题,可以问我 首先是肖宫的日语CV发了这么一张图片 然后有些玩家就拿CV这个图真的来组CP了 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剧情 热情的肖宫帮公子一个忙 希望CV们在角色问题上一定要谨慎啊 接着是今天,散兵继续霸榜热门 并且莫娜也上了热门 原因非常简单,还是因为CP问题 不过今天多了银和散兵的 荡草期是不是容易谈恋爱啊 游戏里没事做了就开始谈恋爱了 还有是流浪者和训兽的对比 四样都对上了,嗯,散兵的外形参考的训兽 然后室友玩家的纳希达出现了问题 这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不过看起来别有风格 虚米有沙漠,沙漠底下有石油 纳希达去勘探石油被剑了一身 非常合理 通过前面这段演示可以知道 3.3的剧情和到期的踏被杀有关 然后日本玩家就开始吐槽了 难道说又要核泄漏了 还是说核泄漏的事故原因要被公之于众了 在踏被杀反应堆里 可力将成为霸权 这些日本玩家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尤其是这一位啊 自己处理不要去祸害别人 然后是对于无相交响师活动难度的评论 在外网也是两极分化 有的玩家觉得很难 老玩家呢就觉得很简单 课金玩家就更不用说了 直接秒的 如果总分五分 大家给这次活动的难度打几分呢 最后祝所有点赞 三连关注的朋友 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原始活动资讯攻略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 每天看看 以免错过福利趣闻哦